HELLO 大家好,我是Niko 今次就會上色上次未完成的不知貨物 大家記得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現在馬上去做吧 上色了,我就用這個模型的AV油來油 開始就用最大面積的肉色先油 用手套,所以會有些不均勻 上多兩層,顏色就會更實和均勻 AV油就是油的名稱 但也是額加力彩 AV油也是水性出來的,清潔也比較容易 這隻油在模型舖上很容易買到 所以我現在經常都會用 搭配雞的部分 搭配雞的部分 還要快速放到一層,搭配雞 搭配雞 搭配雞 上完一層之後再補多兩層上去 令顏色更實色和淺色 上完最大面積的肉色之後 現在就塗上其他顏色 Galic彩的覆蓋力也挺強的 深色的可以塗上一層 可以覆蓋底層的顏色 現在就上紅色了 紅色都很容易遮蓋了之前有出界的啡色 繼續有紅色的衣服 在大面積的時候 手套都很容易不均勻 所以 塗上一層之後 都再塗上一層 令它均勻和實色一點 繼續上紅色的衣服 繼續上紅色的衣服 在大面積的上紅色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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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緣的位置 我會用一層很細的筆 慢慢油 這樣就沒那麼容易出界 白色的邊就用一支細筆 我之前的影片 做的軟圖都是用有顏色的軟圖 就不用上色這一部分 但用有顏色的軟圖 做上來黏了一些塵上去 就會很容易見到 做好形狀之後 再上色 就不會見到灰塵的問題 製作的時間就會比較多 因為要做完之後 再上色 就多了一個步驟 最後面穿著 在裏面積的按衛 然後再上色 也做到 如果你要放下 但這裏面穿著 很多實在不足 因為它有點重 已經是這裏面穿著 購物的 腰帶 就有白色 由出界也不要緊 因為之後會用一個啡色覆蓋 由出界的白色 再加上白色的眼珠 啡色就可以遮蓋由出界的白色 現在畫眼睛 眼睛是最重要的靈魂之香 畫眼睛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就慢慢畫 在一起畫得很重要的靈魂 在一起畫眼睛 就是這一個靈魂的靈魂 在一起畫眼睛 在一起畫眼睛 開眼睛的靈魂 自然的靈魂 在一起畫眼睛 终于画好眼睛之后就加上嘴顺的颜色 现在又上头发的颜色 这束头发上色的时候 弄脱了,上完色后再黏上 上色它的指线 最后上去后面的颜色 最后用干粉彩在阴影位置加深 在阴影位置加深的颜色 水上和眼睛加多一層光油 最後組裝在一起就完成了 這個就是完成了上色的不知火墓 好,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次做的不知火墓 完成到是如何呢?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就記得按LIKE 還有需要給大家看看這個不知火墓是怎樣做的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做這些軟圖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鈴鐺 大家有什麼意見就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